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时事当面看 政府批准西九管理局将总楼面面积 可以达到17万平方米的住宅区项目发售 以应付未来甚年的开支 但有团体担心一旦卖地成精不理想 会影响西九的文化艺术发展 有学者说西九要做好商业发展 增加未来的收入 也有议员建议加入更多物业发展 和市场推广的人才 协助西九的营运 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陈国慧 经常和不同的剧团合作 举办展览和活动 推广表演艺术 他说文化艺术界 经常都会用西九文化区的场地举办活动 他认为西九文化区对于香港的文化艺术界 是全新的概念 让他们可以探索和突破 我们从来之前是没有试过一个这样的形式去运作一个文化区 当然大家知道其实它不只是一个表演艺术的场馆那么简单 能够用一个自负形亏的模式去打造一个文化加旅游的 或者是一个结合着都市一个新的文化的气息 我自己觉得这个实验其实是很值得去尝试和探索 他又认为西九文化区和康文署的场地不同 没有政府资助 造用西九文化区场地的费用都相对地高 他因为要自负形的关系 他就没有办法可以有一个相对地比较优惠的场租 或者是合作的一个模式可以提供到给艺术家 所以艺术家要考虑的就是我究竟在这些场地之下 是不是可以真的令到我那个制作的预算 可以得到周知平衡 甚至可能我是有收入的呢 西九文化区除了出租场地 都会和私人发展商合作 从中赚取收入 2016年政府向西九批出酒店、办公室和住宅的发展权 允许西九管理局和私人发展商以建造、营运及移交 即是BOT模式合作 按照这个模式 西九管理局会将土地交给发展商 由发展商出资起设施 营运期内 发展商要和西九摊分租金收入 过了营运期 西九就会收回所有设施的拥有权 但是西九管理局主席唐英言就说 这种模式已经不合时宜 我们试过几次流标的 就因为BOT 所以现在现时可以放宽的安排 令到我们一些住宅 17万米的住宅地 是可以卖业权 按照我们都会参照地下铁路的模式 去卖易业权 这样变成福地的接受度会更大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今年持续出现赤字 2020至2021年度亏损大约8.8亿 2021至2022年度亏损超过15亿 2022至2023年度亏损超过13亿 政府在星期三宣布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 有条件同意西九管理局 取消只可以用BOT发展模式的限制 改为出售西九第二区住宅区项目 并保留全部收益以解决财政问题 估计可以应付未来10年的营运开支 现在说卖地皮这件事 我觉得没有很厚非 起码是一个短时间里面 它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令到它这个实验可以继续下去做 我就觉得如果因为这样 而令到实验暂停的话 是有点可惜的 如果政府在今时今日 它面对它的财政压力 你再叫政府注资 我相信机会政府都会三思 另外它都会想议议员是否会支持 有关批款方面的建议 所以在考虑这么多因素 剩下来的办法就是唯有 政府容许它将住宅这个部分的发展权 卖了出去 西九文化区计划卖出的住宅用地 由测量界估值达150亿 不过有团体就担心 一旦卖出的价钱不理想 会影响西九文化区的计划 这个是两年之后 可不可以卖到这个价钱的一个 即关键是这个位置 而大家对于现在市况 那个的看法都很分歧 可不可以最后卖到一个价钱 它除了是仍然用一个以土地 去养文化这个business model 仍然是它没有plan B 是说我怎么可以用一个 比较可持续的菜证来源 去继续养住这个西九文化区 西九文化区现时仍然有大量的商业 或者餐饮楼面未有发展 局方仍然有地皮的控制权 可以继续以建造 营运及移交模式的BOT形式发展 我们担心就是愚客 譬如说一些当代表演中心 艺术家宿舍 这些暂时未有确实 落成时间表的艺术设施 会不会又遭遇同样的结果 比如缩水或者走数 有学者认为 虽然西九文化区现时仍然年年蝎钱 不过其实从文化角度来看 已经开始为香港大来贡献 除了博物馆和表演场地之外 近年亦都举办了多个展览 吸引少女客到港 例如一年一度的巴塞尔艺术展 巴塞尔香港是在瑞士之外最大的展览会 每一年都吸引数以万计的所谓的参观者 或者一些潜在的买家来香港去看这个展览 他才相信随着更多公司进驻可以产生协同效应 提升香港文化实力 从而也可以提升香港的经济价值 我们的古宫博物馆有很多的瓷器 有不同年代的瓷器在那里 如果是有几间拍卖行 它有一个古词拍卖的 包括是中国瓷器拍卖的 那就会变成相辅相成了 可能海外买家来到我来拍摄 拍摄之后我去这个古宫博物馆 看一下同一年代那些的产品是怎样的 那这个就会构成什么呢 构成一个的产业了 那就是说由你去收藏 去拍卖 去参观文化 那就变得是连结 物税才认为 现在西九文化区只有几栋大楼落成 而且以博物馆为主 仍然在起步阶段 所以蝕钱是必然的过程 至于十年之后 能不能够做到收资平衡 关键在于仍然未建的写字楼 和商场等等的项目 能不能够产生于其中的商业收益 可以出租的结束物是有收益回来的 而那个收益应该是随着时间 但没有增加 如果你是商场旺了 那你当然租金也会上升 又或者你在那个地方西九 变成一个很热门的文化事业 大家都很喜欢在那里打卡 在里面消费的 亦都能够产生很多人流 有人流亦都能够产生一些收益 这些收益就可以补助 将来西九整个管理区的营运 当你的住宅建成入伙之后 是不是那个经济活动的情况都改善到 因为为什么有人在那里住呢 自然有些需求 好像你看很多我们最好讲港帖的例子 那你下面的商场都挺旺的 那你又做得好些 到时你加上那个艺术文化来的那些人来 那你整个在那里 那个需求 对于非住宅的需求 包括商场就大了 他又认为未来西九管理局 要加入更多有物业发展及市场推广经验的人才 参与营运 是不是过往太着重这个艺术文化 或者做工程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而忽略了整个财政 我感觉好像那个人才方面就没有那么重视 那接下来我都希望管理层在这里考虑多一些 其实很重要的 你怎样设计摆位 还有在这个推广方面 是令到那个非艺术文化那方面的收入更加大 从而补贴回艺术文化的支出 时事当面看 今集食人够了 拜拜 各位欢迎收看这节新闻 我是郑稀年 华尔街已经开始了 我们先来看看美股的表现 道指最小是跌149点 报40515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升5点 报5550点 转提到欧洲故事表现 英国富士100指数跌43点 法国剧指数跌55点 德国的指数跌131点 其他消息 警方倒破一个位于元朗的毒品储存仓 检获约值3亿元的怀疑毒品 拉了一个男人 行动检获大约386公斤怀疑可卡因 和411克怀疑陆安酮 是今年检获最大宗可卡因案件 警方星期四在元朗潭美段一个私人屋苑外面 截停一个可疑男人 在他手持的交道里面 搜出怀疑陆安酮 之后又在他租住的大约400尺单位里面 搜获这一批怀疑可卡因 于是将他拘捕 警方说 製造可卡因的原材料成本下降 不发之途趁机挺而走险 因为可可业的价格下降 令到引入可卡因的成本相对减低了 除了香港 其实其他国家的减获量 也都大幅上升的趋势的有 相信本地的贩毒集团 是因此把握机会 趁低入货 继续团积大量的可卡因 我们发现有五种不同的标志 的毒品包装 我们相信贩毒集团 用不同的牌子 来到适应不同质素的可卡因 方便是分销给不同的毒贩 警方说 被捕的20岁男人有三合会背景 收取犯罪集团15000元的报酬 担任管仓 协助租用单位储存和运送毒品 而贩毒集团在单位安装多支监控镜头 监察单位每一个角落 相信已经运作大约一个月 毒贩往往都是利用人的贪小便宜的心态 赚快钱的心态 就用小小的钱 去寻找一些替死鬼 帮他运毒 帮他贩毒 其实只要肯努力 脚踏实地 一个月赚15000元 都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24小时 要看着个仓 以时薪来计 如果他要在那里30天 我计过了 每个小时只有21元 还比起我们现在的最低工资 这40元还要低 被捕的男人暂时被控一项 犯运危险药物罪 星期六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 无线电视机者留言报道 文贫市日前放榜 2019年在荃湾冲突中枪受伤 暴动罪成的学生 曾志健只有中五的学历 报考中英数三科 获得434的成绩 他说明年会再接再例 希望出狱之后做蛇工 去年10月被判囚47个月的曾志健 由于已经成年 23岁的他只能够在公寓那阵 被占文贫市 还认数三科最终获434成绩 他说不太满意 2019年当时读中五的他 国庆日参与荃湾暴动 追打警察那阵 被一名警署处长开枪射中被捕 他之后弃捕潜逃 在香港躲起两年多 打算在西贡搭船偷渡那阵被捕 还不学历放下书包几年 备考时间又只有大半年 为什么选择挑战今届文贫线呢 家人一直以来都很想我好好读书 但我以前就没有去认真听他们说 再加上成教的人员都有鼓励我 看看自己可不可以有心读书 还有没有这个能力 他承认要在狱中被考又一定困难 这个地方都不是读书的 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克服到 没有办法控制到 也有很多自己觉得不如意的事 但我仍然可以选择去 继续去面对这些事 所以我会时刻提醒自己要专注 程教署也有为考文贫市的成年在囚人士 提供不同科目的补习老师 成绩是惊喜的 他在这里非常努力 他每一次过来 他就很努力地预备很多问题 然后就排山倒海地来问 德国曾志健说 明年会再报考多次 同事考经济和公民科等 目的只有一个 构分报读专上院校的课程 将来留在香港发展做社工 不过社工注册条例 近日已经修订 列明干犯危害国安罪行的人 永久除牌 即是不能够做社工 其实我现在的案件性质 都不是违法国安法 所以未必就算可能注册不了 做注册社工 帮人帮自己 其实不局限于社工这个工作 无线电视机载一等结认不到 越共总书记阮父重病世 中年80岁 在北京 中共中央向越共中央致电 致现电 向越共中央 越南政府和人民 致以最深切哀悼 和最诚挚慰问 阮父重自2011年起 担任越共总书记 任内多次访华 去年12月 他曾经接待到访 当地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今年1月初 阮父重缺席多场爱事活动 而最近一次的公开露面是6月 阮共中央政治局星期四通报 阮父重的健康状况 说他要集中接受治疗 虽然他将党内的工作交给国家主席苏林 但没有透露具体的病情 月通社今天引讯 越共中央保健委员会报道 阮父重患重病有一段时间 受到揭力治疗和悉心照顾 但由于年事已高 病情严重 当地四周五下午1点38分在医院逝世 他的国座安排将会稍后公布 澳洲一个为学生提供免费早餐的非牟利组织表示 随着生活成本上升 过一年领取免费餐的学生大幅增加 义工将一箱箱的早餐搬上车 准备送到亚德莱德市内360间学校 这个非牟利组织 为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小朋友提供免费早餐 确保他们在上堂之前 能够获得充足的营养 在通货膨胀之下 对这一项服务的需求大幅上升 尤其是来自单亲家庭的小朋友 义工每个星期要为360间学校 合共送出6万份早餐 包括新鲜水果、鸡蛋和牛奶等等 同去年比较 他们送出的早餐多了三分一 学生对这个名为早餐俱乐部的服务赞不住口 这个非牟利组织的创始人说 他创建早餐俱乐部的原因 是因为他小时候家境贫困 目睹妈妈要为性物而烦恼 这些不幸的童年经历 令他决心在长大之后 向其他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无线日记者韩英乔报道 澳洲一位陈镇女士用脚画画 并且举办个人作品展 以鼓励其他残疾人士 追寻艺术创作的乐趣 德雷斯的妈妈在怀胎的时候 服用沙里道安治疗人兔 导致她天生相被畸形 并且患有心肺疾病 在她人生过去60年 天生的残疾影响了她的学业和工作 面对这些屈结 她靠滑滑来忘记生活上种种不如意的事情 令心境回复平静 她以双脚代替双手 创作出去去如生的画作 在她居住的澳洲黄金海岸 有社区组织为她举办个人作品展 主题是艺术的治疗力量 而鼓励其他残疾人士 透过艺术创作发挥潜能 并且增添生活的乐趣 无线电视记者莫子彤报道 微软系统无法正常运作 全球多地的机场和银行服务等受影响 香港机场有航空公司要改用人手办理登机手组 中共中央记者会解读三宗传媒精神 提到传媒决定对经济和民生领域改革 作出全面部署 特朗普遇迟受伤之后第一次公开发言 正式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呼吁美国社会团结 大家好,我是黄善河 微软公司旗下的Windows操作系统 在全球多地出现故障 香港多个行业受影响 其中机场部分航空公司 至少整个下午 需要改用人手办理登机手组 机管局说有五间航空公司受影响 大约十几班航班延迟 系统死机 香港快运在机场的柜位一带 整个下午都逼满人 旅客要听指示 才获安排入柜位 人手办理登机手组 香港快运说 它使用的电子商务系统出现故障 网站、手机应用程式 和微信小程式部分功能受到影响 国泰航空也有类似的问题 两间航空公司都提醒旅客 在航班出发前三个小时 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组 有快运乘客说 原本是坐下午四点多的班机 最终四点仍然等着 已经等了两个几钟 很累 很累 只是浪费 什么都没有 只是告诉你在排队 之后什么都没有 说过多久 大家都不想踏过问题 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增添一下人手 或者找人出来 讲解一下现在的情况会去到哪 自己不是看它的指东管 都不知道排在哪 到备阁都要转车去入叛太亚 所以我们都担心会不会 要进去 都有些担心的其实 但是我们都预知到去旅行 都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发生 都没办法 让小朋友学习一些忍耐 国泰下午五点几宣布 自助办理登机手组的设施 已经恢复运作 不过机场容貌变色 自助行李托运 网上航班预订等的服务 仍然是受到影响 而在机铁香港站 市区预办登机服务 一样受到影响 站内的资讯屏幕就显示 多班航班的乘客 需要直接去机场那里办理手组 又搭国泰航班的乘客 到了车站才知道有关案牌 我是九点半国泰去斯坦尼的 想着来坐行李 然后喝杯东西 现在想着要去 找个地方搞定它了 搭飞机有影响 去到连坐超市 买东西给钱 可能都要多点耐性 连坐超市当当时 在社交网站说 系统出现故障 付款时间会稍为延长 部分分店只会接受 严金和巴达通给钱 有电脑保安专家估计 这次故障是涉及软件公司 Crystrike提供的防恶意软件更新 有机会未完全测试 跟Window的商用程度 而导致大规模故障 他说用户可以进入去恢复模式 删除更新档的内容 重新开机就能够解决问题 但企业很难逐部机人手处理 独立去做这件事是不会太多时间的 我估计最多一部机一个小时 一部机是两个小时 你当十部机 总共20小时 最大件事是现在它是蓝画面 蓝画面就是什么 整部机是没得运作的 任何人都能碰到 任何人都不可以 无论是遥远 远远 都不可以碰到 稳定小部分的电脑自己去更新 观察两至三日之后 才分批更新所有的电脑软件 以免再有相同的问题出现 无线电视记者陈坚报道 到了夜晚大约7点 香港快运的职员向在场乘客交代 部分原定夜晚起飞的班机 要改为第二天出发 部分人向职员查询 有没有酒店和赔偿安排 香港快运说 部分指定日期出发的航班 相关乘客可以获得豁免 改期的手续费和票价差额 他们亦都可以选择全额退款 人流去到夜晚大约9点 开始减少 他要找人上班 本来明天要上班的 然后回不起来 他们还不安排住宿的 然后我们就还要另外去找酒店 就比较麻烦 可能不去的 因为我打算都是那边 我们礼拜一回 如果明天下午又未必确认得到 那我就索性取消 刚刚有一位女士更惨 她买了很多弹卡 就回到家的 现在那些弹卡都可能要报销 特区政府说 高度关注微软系统故障事件 政府系统现时运作正常 未有收到事故报告 已经指派政务师副司长卓永庆 负责监察 卓永庆已经要求各政府部门 密切监察他们负责范畴的动体 随时准备作出迎面 有任何情况要即时汇报 而资科办已经联系微软公司 敦促尽快向公众发布解决方案 并未受影响用户提供支援 微软公司Windows死机 据报是因为一款防毒软件出了问题 事件导致多地的机场大混乱 要改用人手办理登记 英国有电视台一度要停播 英国传媒报道 全球至今有过千班航班 因为今次事故而被取消 微软之后在社交平台说 已经收复死机的原因 但是部分手机应用程式和服务 仍然受到影响 今次全球大单机 据报是由美国东岸时间 星期四挨晚6点左右开始 全球多个地方都有微软 Windows用户报告死机 美国、欧洲多个国家 澳洲、日本、印度、新加坡等都受影响 当众机场的运作受严重影响 日本放送协会报道 折星航空在成田机场的登机系统故障 要用人手在告示牌上填写航班资讯 旅客大排长龙等候 德国柏林机场一度要暂停所有航班升降 之后登机系统虽然恢复 但是预料全日航班都会出现延误 印度有六间航空公司受影响 在古雅哈提的机场 大批旅客大排长龙等候办理登机手组 有职员出来安抚乘客 美国三大航空公司包括达美、联合和美国航空 都暂停所有航班升降 直至另行通知 至于新加坡将而国际机场 以及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运作都受到干扰 电视台运作也都大受影响 英国天空新闻因为电脑系统故障 被迫暂停广播 气候服播 但是主播要改看首稿 澳洲有商铺贴出告示 说受电脑故障影响要暂停营业 总理阿尔巴内塞在社交平台表示 已经启动国家协调机制应对今次事故 召集所有州的官员等等商讨对策 今次事故令到不少Windows用户出现南平错误的情况 和用户安装的防毒软件流动有关 网络安全公司Cloudstrike 已经承认是公司的防毒软件 导致今次故障 工程师正是着手解决问题 微软公司的云端服务部门表示 知道Windows OS运作系统受到影响 而Cloudstrike正是尝试收复问题 但据报在重启程序时有障碍 微软正是研究可行解决方案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旗报道 转带其他消息 火局批出元朗由北路简的公公 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 重标价大约是2亿200万 重标的是领先管理和东华三院 访局说有关营运及管理服务要求 有别于一般物业管理合约 不单只包括住户事务 物业管理 一常保养维修 也涵盖一系列社会服务 以及管理和营运配套设施等 为了确保服务质素 局方会根据投标机构的管理能力 相关经验和计划书建议 营运及管理模式等一系列因素 作出技术评审 再就投标价格作出综合评审 从而挑选最合适的营运机构 港澳通关互用二维码服务 启用第一日 数码过关的两地居民都说 过程流畅和方便 驻澳门记者邝卫文报道 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 已经登记香港医道服务的澳门居民 过关的时候只需要出示 手机内一户通的通关码 对准镜头 闸门就会打开 而香港居民可以在手机下载 非触色医道的流动应用程式 启动通关互用二维码服务 至方便核实身份成功之后 就能够生成一个二维码 每30秒更新一次 不能够截图 就算离线二维码仍然可以生成 港澳通关互用二维码服务开通 两地居民体验之后觉得怎样呢 跌一跌就过来了 手都非常方便解放了 我现在香港人本身 他今天在澳门都用 我觉得挺好 数码过关虽然很方便 但是港澳政府都提醒市民 出入境的时候 要随身攜带实体身份证 过程中发现了他不能过关 要求他出示证件去核实身份 旅客其实譬如澳门入住酒店 出示证件 或者一些版的手续的话 或者是查证 都要出示证件才可以 要使用通关互用二维码服务 合资格的港澳居民 需要提前在目的地的各口岸 登记自助通关服务 根据两地政府数据 香港有近250万名居民 登记使用澳门自助过关 而澳门就有近30万名居民 登记使用香港医道 无线电视驻澳门记者 邝慧文报道 再跟进一下微软系统故障事件 记者彭穎熙还在机场监 以最新的情况是如何 其实我们现在 就是在亚洲航空的跪位前面 我们看到现在等候办理登机手续的人 比半个小时之前已经少了 因为半个小时之前 我们看到这里是大牌长龙甲 而亚洲航空是其中一间 受影响的航空公司 我们也知道今晚主要出发的航班 包括去亚臂和吉隆坡甲 也有旅客说他们会搭这些机器 再转机去其他地方 但有旅客等了两个小时 还未办到手续 担心等会上不了要转那班机 而影响了他的行程 我们看到亚洲航空这里的安排 和香港快运亦差不多 都是要旅客站在等办理手续 不过暂时就未有像快运那样 要延迟航班 至到明天才出发 旅客亦都没有特别猜躁 他们大部分都希望可以 进化完成办理登机手续 然后可以顺利登机 除了亚洲航空和香港快运之外 剩下的三班受影响的航空公司 分别就是宿舖太平洋航空 电纜航空和号航甲 我们会继续留在现场 跟进最新的情况 先将时间交给新闻报 谢谢彭永熙 转体下 中共中央举行记者会 解读20届三中全会精神 提到全会决定 对经济和民生领域改革 作出全面部署 包括完善民营企业参与 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长效机制 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等 驻北京记者叶子华不道 中共20届三中全会星期四闭幕 会上审议通过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中共中央记者会上透露 决定全民分成15个部分 60条合共提出300多项改革措施 其中一个部分提及要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 全面部署各个领域的改革 中央裁办副主任韩文秀披露 未来会加强国有资本 和国有企业改革 推进能源、铁路等行业 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营运 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 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 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长效机制 研究适用于新业态的税收制度 针对地方政府财政困难 要增加地方自主财力 托展税源 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 不得违规要求地方政府安排配套资金 被问到中国现时 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 紧张局势加剧 加上国内房地产市场放缓 中国要怎样应对 韩文秀说 目前市场正处于调整过程 会坚持稳中求进 加快经济发展新构动能转换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消除过去高负债 高周转 高杠杆的模式弊端 加快发展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 培育壮大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 内需潜力大 内部可循环 只要办好自己的事 就能够确保国民经济 循环畅通行为致远 被问到中国在 国大开放和督引外资方面 会不会有新措施 韩文秀这样说 我们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中国依然是各国投资的沃土 愿同广大外资企业分享 中国发展新制生产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运藏的巨大机遇 三众全会也提出多项立法修法任务 包括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 金融法 反夸境腐败法等 按照惯例 三众全会决定全民会在几日之后正式公布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叶子华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正式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他在发言当时呼吁美国社会团结 又再次提到在遇成案中 大难不死全靠神座 他又表明会对华采取强硬立场 威胁会对进口中国电动车加征高达两倍的关税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继续以沙布包着右耳 在最后一日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言 并正式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呼吁美国人团结起来 The discord and division in our society must be healed We must heal it quickly As Americans, we are bound together by a single fate And a shared destiny We rise together or we fall apart I am running to be president for all of America Not half of America Because there is no victory in winning So tonight, with faith and devotion I proudly accept your nomination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nk you Take a look what happened 今次是特朗普上个礼拜六遇成受伤之后 手道公开发言 他说自己大难不死 全靠上帝保佑 要重提遇食事件太痛苦 You'll never hear it from me a second time Because it's actually too painful to tell If I had not moved my head at that very last instant The assassin's bullet would have perfectly hit its mark And I would not be here tonight I stand before you in this arena Only by the grace of Almighty God Many people say it was a providential moment Probably was 特朗普也提到对华政策 说如果胜选会立即解决进口中国电动车的问题 不会容许中国汽车企业 在墨西哥车厂逃避关税 如果中方不同意 或者会被加征高达200%的关税 I will end the electric vehicle mandate on day one And they're being built by China To make cars and to sell them into our country No tax, no anything Those plants are going to be buil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people are going to man those plants And if they don't agree with us I will put a tariff of approximately 100-200% to each car And they will be unsellable in the United States 至于国内的民生问题 特朗普承诺会即时结束灾难性的通胀问题 并减息 又承诺会减税 并即时关闭美墨边境 以解决移民涌入的问题 另一方面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 特朗普星期五会 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 将会是特朗普在白宫之后 两人手道谈话 特朗普曾经表示 如果自己胜选 一日之内就可以结束俄乌战争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报道 回到本港 去年一条布士瓶在西贡牛美海死亡 越户处公布调查结果 华康若是被一艘快速行驶的船 撞击致死 那条布士瓶去年7月在本港水域出没 半个月之后 在西贡牛美海发现他的尸体 越户处说 布士瓶是在去年7月30日早早 至到第二日早早期间 被一艘快速行驶的船撞击 伤到背部和直追 导致即时死亡 但是无法确定是哪一类船 不过就排除是渔船 钓鱼山板和快艇 因为不会那么高速 也都不会造成那么大的伤口 厨房建议检讨法例 呼权与护处处处长去应对 包括简化设立指定临时限制区的程序 限制船航行和相关活动 亦都建议禁止出海观旗活动 期望今年之内就修例具体建议 提及资讯专家小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rightnih fought becoming the o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